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记得台阳》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欧洲的震悲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材士真的好 还有马来西亚的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的正向寶和晒冷气 继续创大重力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节想跟大家讲一下以太币 什么以太币呢?就是类似比特币类似的东西 哎呀,我在挖着 社长,你有挖哦 是啊,我还买了矿机来挖 买了一些,严格来说不是矿机,是那些设计卡来挖 所以有些人说,哎,你不认识,不对 但是我是实践经验地说的,很多时候都是根据实践经验 那个对了,现在又有另一位人兄,好捧这只币哦 将来以太币一定会超过比特币啊 你会发疼啊,社长 不要忘记那些兄弟啊 谁啊?谁先,谁说啊 萧若元 哎呀,哎呀,梁梁的鸟,梁梁的鸟 那我几千元投资就没有了,就是一万元的那些设计卡加上 哎呀,哇,你放这么多? 是啊,买了八张 是用八张才够快的 因为我其实挖得很开心的 现在一天日进,怎么说,就这样摆摸机器 日进抖金的,其实也是 是啊 当然扣了电力成本,不是真的很多 我想冬天的时候会挖得厉害一些 因为反正都要开暖气的了,我不如拿设计卡袋去暖气 是啊,热过家里是吧 是啊 哎呀,那像梁梁的鸟啊,真是 麻烦啊,老蕭这样说 因为其实呢,美国政府呢,就准备啊 啊,就是 就是,全民啊,这些加密货币呢 可能呢,就立法了,怕它洗黑钱啊,洗卡尔钱啊 一定的,一定会立法,其实我是预设它会立法的 所以我才买Display Card 不是买ASIC去挖而已 因为它一定会,一定会有改动的 你买ASIC呢,就连二手都卖不到出去的 如果它有一些计算法的改动的话 就是旧矿机是没用的嘛 如果你买Display Card来挖呢 就是买GPU来挖呢 除非这张卡是过时的 就是譬如Ethereum 你用4G卡来挖,现在都挖得到的 但是之后就挖不了了 因为它那个page size 比4G的大,你就挖不了的 那现在,我们在那这样挖 哇,现在很惨啊 我现在害怕一害怕 你一听我,我一听你老蕭说 哇,老蕭啊,说这只行啊 老蕭说行的东西好像很多都不会行的 死了,这次 是的,我真的在乱鸡 我真的在乱鸡,大家看到 其实真的很乱鸡 一听到老蕭就行 其实当我和老蕭的建议 或看法是一样的时候 其实我很大事的 每一次都 那再看一看吧 比特币18号的时候 一到 在想事 我也知道 因为我也要看着价钱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会关掉那台机 是不挖的 因為它如果是太低的話 我就免得挖的了 其實就無所謂的 我可以照著開來挖的 但我有時候想一下 不要開了 始終都是在那裡 因為其實那些風扇是很吵的 還有現在其實我們這裡都不是真的很冷 現在還是很熱 現在有20度 你開著那些礦機在那裡挖 其實是很熱的 每一張顯卡其實是去到七八十度的 周邊的氣溫是可以去到 你八張在一起 周邊的氣溫可以去到二十幾度 有時候我要開冷氣 如果開冷氣就蝕水了 就無法溫暖的了 因為你開著冷氣冷卻的話 其實就不值得的 我其實特地就是等它冬天的時候 因為這裡冬天只有十幾度而已 如果十幾度的話 就有顯卡 把溫度弄到二十幾度 那就很舒服的 這次給老蕭玩一玩 而且它很搞笑 因為18號的時候 其實比特幣最大的臨時的那一刻 是跌了百分之15.1% 以太幣更厲害 是最大的那一刻 跌了百分之18 它居然說 以太幣將來的價值是會大大超過比特幣 其實它是不是在說反話 我是不明白 現在以太幣是千多元 是啊 如果沒有記錯 比特幣是五萬多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它的邏輯在哪裏 即是它說 以太幣是兩千多元 不是千多元 大概是兩千二百多元 大概 比特幣是五萬七千多元 數法來講 不過這樣說 有人經常說 這些電子貨幣一定會代替美金 歐元 總之是成為主流的 其實它一條法律就搞成這樣 其實是有管理 通常都是有風險的 你這些 買來搏一搏 你不可以 我都不建議那些人買礦機來挖的 因為你真的買礦機來挖的 其實它一改一個言論法 你就挖不了了 你改一個演算法就不行了 而且它一條法律就打死你了 它一句話就行了 它說 你這些全部是用來花卡拉錢的 現在都是網傳 網傳都已經是這麼嚴重了 如果它真的官方宣佈的話 那我覺得呢 大家想想吧 所以其實 各個政府打散一件事很容易 當然 它經常說 哎呀 你們這些人都沒有腦子 即是露燒的 你呀 有沒有可能打仗拿些金錢在身上 以前他說有的 以前他說有的 現在倒過來說 他以前說的 現在倒過來說 現在他說 哪有這麼傻 打一條金條在身上很危險的 不過 你想一下 你的電子貨幣可以一打開電腦 但是到時你的電腦都打不開呢 在打仗的時候 他真的很幼稚 那些網絡都切斷了 打仗的時候 沒有了網絡 沒有了那些幣了 事實上 是啊 它不可以離線支付嗎 是啊 你去到那些蛇頭等你上船的時候 你拿手機 我給你一個以太幣 你猜蛇頭會怎樣呢 喂 離線支付 好 現在只有人民幣做到 電子人民幣 如果打仗就是電子人民幣 反而還行 是啊 是啊 不過我們會做到一次電子人民幣 有些網友說我們不懂 我們遲些再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不是說沒用 這件事情 現在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說電子人民幣 就是看不到實際用途有多大的 現在都 你要看一下國內有多少人 真的會用電子人民幣 如果國內有很多人用的話 那你就可能 將那樣東西推到國際了 但是如果國內是沒有什麼人用的話 那樣東西就沒有辦法國際化的 還有你那個生產力要保留在那裡 就是你那個出品 就是貨物的出品 是要夠大才行的 人家才會用到你的 因為現在暫時 你那些什麼石油 那些不是用人民幣計價的 有很少的交易是 但是大部分的交易 到現在都是美元計價 那現在你說比特幣那些 我覺得 就是你炒一下玩一下 就是怎麼說呢 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就是小小的就沒有所謂 你如果全副身家 分進去就不是那麼好 我自己覺得 我也覺得是 這些 我覺得 就是投資都講不上 投機比較多些 是 槓桿都不好 其實我們都講的一件事 其實有些人說有得槓 你嚴格來說是可以有得槓的 你可以買CFD那些是有得槓桿的 但是這樣是很危險的 CFD很危險的 就是你槓桿比特幣其實是很危險的 我認為 比特幣還要槓桿 本身比特幣還要圈夠危險的 是啊 就是你再槓桿其實是超級危險的 很多時候它給你供的地方 不是真的給你供的 它是跟你對賭的 其實是 它跟你對賭的時候 就是好像倫敦金那樣 它的操作就跟倫敦金類似 那你會不會去錢去玩倫敦金 就是倫敦金這件事 其實跟金也沒有關係 跟倫敦也沒有關係的 就是可以供干的 比特貴跟比特貴都沒有關係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那些就是 你可以叫做券商或者幣商 根本是吃硬你的 它最初給你撿一點點 之後你怎麼買你都是輸的 因為它的價格浮動 它在那幅圖那裡說 你入市的時候 你的交易 因為你的交易不是馬上的 最嚴重就是這個比特幣 它不能鎖死的價錢 你實際交易就是這個價錢 然後你買進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比外面的價錢貴 是啊 因為那個比特幣的交易 確認是要半個小時的 這個是時間差 沒錯 我們都說過時間差 就是所謂的電子 這些這樣的 虛擬貨幣是最嚴重的事情 因為你時間差你不知道 其實我也經常有些 無理透 有些人 有些人 加我微信 叫我進什麼群 進什麼群的 看到他們經常說 哎呀你進我這個平台 什麼什麼什麼 教你操作 之後呢 他們又收張單出來 哇一晚賺了二十萬美金 那我現在都有掘 就是有掘的 但是我不是經常開廚房機 因為我其實 特地買了等冬天 因為現在那些顯卡 炒得很貴的 以前呢 你遲些買會便宜些 現在越賣是越貴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顯卡 放了在那裡 還有裝了一塊東西 有一塊底板這樣 就是適當的時候 我就開來掘一下 就是晚上天氣 晚上天氣夠涼的時候 我才掘的 其實就是 就是早上演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會掘的 就是平時都抱著掘礦機 平時就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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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放在床邊的 不是放在床邊的 床邊 有熱風的 有熱風的 放在床邊不行的 哈哈哈哈 要找個地方放的 但是 哎呀 這個都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就是這些這樣的事情 我打算夏天先買定 因為其實冬天很多人 我想冬天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發現 這個是暖爐 歸家暖爐來的 而且可以賺錢嘛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可以賺錢 應該正常來說 如果你24小時 冬天24小時 掘幾個月 就應該歸本 這麼大 應該條數大概是 十個月左右 嗯 十個月就歸本 嗯 其實你掘完十個月 你扔一些顯卡出去 買給人 就是把那套機買給人 都拿回錢 因為你用了十個月而已 嗯 買一個新的 是吧 不停地移動 是啊 因為顯卡 現在你用的是 起碼都要6GB的 RAM的顯卡 才能掘得到 嗯 嗯 但是當然有些 其實現在你掘很多時候很差的 有其他的那些 你看你怎麼設定那套機 就是如果你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的話呢 有些軟件呢 就自己幫你選擇那個演算法的 有時候會掘其他幣的 所以結果是 不過他們那些 叫做mining pool呢 他們就會把他轉成比特幣的 很多都 嗯 那當然你直接做 一隻幣 一隻幣都可以 不過你自己要設定那個 系統 就複雜些 嗯 顯卡的好處就是 不會虧到零的 因為顯卡打機的人都要用的 是 設計那些都要 是 設計那些顯卡又差一點點的 他通常設計那些人 通常會買些再貴些的顯卡 是 告斷很多 是 沒錯 但是再貴些的顯卡 就掘幣是沒有成本效益的 嗯 他那個掘法是很有趣的 但是現在老蕭一說可以 我現在都想一想可能 冬天只是掘他兩三個月就買了去 不要虧那麼多就走了就算了 我現在都已經在虧了 沒有 數量算得到的 現在不用虧的 因為它其實用電呢 就有得計的 你用多少電你可以算到的 這些全部都是數學來的 你的機器買了多少錢 用多少電全部有數得計 你在那個掘幣的時候 你賺到多少錢 又是有數得計的 當然它有浮動 但是你掘了它之後 如果你怕它浮動得太厲害的 你就每天清 每天清就每天計算 每天計算 那我自己就有些咬底 越講越咬 因為阿蕭說會好 但是不過阿蕭說得很誇張的 他就說會比特幣 就轉比特幣 我想放在那裡 等它搶的 那機器 但是現在因為天氣還是熱 我就沒有全力以赴 到它冬天的時候 早上都不夠10度的時候 就會開行火力的 就直接放在窗口那裡 不用開暖氣的了 放在窗口那裡 等它吐 自然風 其實在貴州那裡 有些地方都是這樣的 那些data center都是 因為它本身天氣是十幾度 在內蒙 冬天的時候就是這樣 不用開秋風 就狂掘 夏天就熱了 所以夏天的時候 我們藍半球就有好處 成本效益是有很多的 我們這裏剛剛跟北半球倒轉的 不過當然了 黃金海外就沒有人了 一年四季都余春 我現在都二十幾度 我尺度國家就不用想 不用想的了 你偷電 尺度國家 很多人偷電 大馬出名偷電 你做賊 其實在大馬那些人 聽聞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沒有這麼說 新加坡人 大馬越便宜 比新加坡很多 這樣嗎 因為有很多人在新加坡 其實是這樣的 那些大馬人就是在新加坡買礦機 就說 其實那個礦機本身就是在馬拉的 或者租礦機被人挖 那些礦機當然是偷電 就不會交電費的 那他門口那個生意就放在新加坡 就告訴人他有一大堆礦機在後面 其實那堆礦機在馬來西亞 還有是用免費電那樣挖 那就有得做 那種話是虛擬礦機 就是你不用實體的擁有一部礦機 那些叫做租機 租機來做 但是租機是沒有錢賺的 租機是輸錢的 我也計算過這條數 如果你要真的賺錢的話 其實租機是沒有得賺的 你一定要自己打一部機出來 要麼你就誇張一點 就像在香港那樣 就有人租過工廠大廈 就全部礦機一字排開 就由朝到晚都開冷氣狂掘 就是香港都有人這樣做 大馬都有 很多給這個電信公司去破獲 你不准做的嘛 你不准做的嘛 有辦法的嗎 你偷電嘛 哦 如果正航交電費就是香港的 哦是 正航交電就應該沒有錢賺了 大馬的電都不算貴的 那他們要成本效益最大化了嘛 是是 其實很多就是拿新加坡公司的援扁去搞 就是在大馬挖的 據我所知就是 因為新加坡始終是金融中心 它又可以用這個名字去說的 據我所知就是 那我們現在就糟糕了 如果是這樣 我希望老蕭就不會中了 就是要是就中令 就是為什麼我不是不希望去中的 就繼續保持回 就是比特幣是這個錢 以太幣這個錢都沒有所謂 但是如果它說很重要 就是等一下它說那些 就是中中中又中這樣 是啊是啊 它中是另外一方面的嘛 那就糟糕了 就是意思是 就是以太幣完全不值錢的 那就糟糕了 因為現在我的機器 拋不了比特幣的 我的機器 全部如果要賺錢 都是要挖這個以太幣的 因為顯卡挖比特幣 是沒有成本效益的 你計一計的就沒有了 那些人說挖到 但是沒有成本效益 你就不會挖的 嗯 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要計那個成本效益 現在唯一有成本效益的東西就是 挖那個以太幣 用顯卡來挖 那張顯卡 我打算是用幾個月就會賣掉 因為幾個月的折扣就很低的 OK 那麼收入就會最大化了 其實可以計到的 這些全部都可以用 一張那些Excel報表 或者用Google Google Sheet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計出來的 因為很多東西你都知道的 全部有數可以計 你唯一不知道就是那個 比特幣的價值 但是五萬元以上 其實就 用那些挖礦機去挖 其實是一定賺的 但是你找不找到挖礦機 現在是買的 那個問題就是 還有你之後 那個挖礦機怎麼處置呢 如果突然間改一改 因為那些 它會改的那個演算法 演算法改了 你的機器就沒有用了 就是這樣的 那麼你挖以太幣 現在還可以用顯卡 比特幣就沒有用的了 其實你用顯卡挖 是輸的 嗯 還有現在那些顯卡廠很久的 它特意出一張 出一張卡 就是給你挖幣的 嗯 但是呢 這些東西就是 最煩就是 你最初算成本的時候 你算成本的時候 你算成本的時候 是它那些 專系挖幣的卡 就是成本效益高一些的 但是你到最後 要算你怎樣賣了那個顯卡 那個算的數 就是它那個顯卡 就賣不出去的 就是你要預算就是 你要預算就是 當這個挖幣是完全 以前玩殘了 如果真的老蕭逆向燈神 不是逆向燈神 不是逆向燈神 它簡直是燈神 但是它中的是逆向的時候 那你那些 你那些叫做 專系挖幣的顯卡 那些顯卡 就是賣不出去 是零元 立刻變 要計這個風險的 那我自己計 就是如果這個幣市 完全倒了 顯卡都是跌到三分之一的 那你就有數得計 有數位 這個顯卡 那些人還在買 很多不是掘幣的 其實很多人投訴 就是說 怎麼搞的 為什麼我想買一張卡 來打機 為什麼要這麼貴 所以有些顯卡廠 也都調整了 就是它那張顯卡 打機就夠快 用來掘幣就不夠快 這樣 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 你就買兩樣都可以 其實就是 現在就是 那個操作就是 嗯 老蕭的登力有多厲害 他們之前也說過Tesla 是可以自動駕駛很安全的 我們之後也要做一節 他說過之後 Tesla也是經常出事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